好 马总统这一次呢 再次的亲上火线善应的回应 不过立法院的学生们也立刻回应 他们说无奈无言 退无可退 今天将上凯道来捍卫民主 学运总指挥林飞凡表示 学生的四项诉求 都没有得到具体实质的承诺 今天还是会召集 十万人上凯道的活动 不会停止 不过他们也强调 他们不是报名活动 一定会和平理性 如果没有先立法再审查 这个承诺就是空的 3月30日 在我们的四项诉求 都没有得到具体 而实质的承诺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会坚定 温柔和平的走上街头 3月30日的行动 不会暂停 不会停止 在我们的诉求 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底下 我们只有选择面对 继续行动 并且坚持到底 会不会暂停 没有得到 但我会迅速费 这些车员 没有得到